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娱乐圈 那近日呢 华谊兄弟传媒是发布了2011年新年台历的部分照片 李冰冰 邓超 陆毅等当红的艺人都是分裂其中 但是华谊公司当家花旦之一的周迅却没有在这部分照片中出现 实在是令人有些差异 华谊兄弟首批公布的2010明星台历 只有1月和2月总计9页 陆毅 续琴 李林 范文芳 邓超 邵斌等公司签约艺人均有份参与 其中李冰冰一身眉红色礼服 荣登2月明星台历主角最为惹眼 不过引起外界关注的是在首批公布的图片中 却不见华谊兄弟另一位主要艺人周迅的身影 媒体更是猜测李冰冰已经成功压过周迅成为华谊一姐 而根据就是两人近期的表现 首先是周迅和李冰冰同时出演风声 但影后最终落到了口碑瓶瓶的李冰冰头上 一位在台上痛哭流涕 而另一位则在千里之外给出了微妙的肯定 可能他演得非常好在风声里面 而且他一直非常努力 那也希望他以后可以再有棒 你也是这个主角是英文 然后你对这个打发的内容有个人的期待 当然会有 但是我觉得他更需要得到鼓励 而一直致力于环保公益事业的周迅 在最近竞争作为艺人代表出席今年的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时 又再次败给了李冰冰 有媒体报道 周迅无缘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真正原因不是档期问题 而是今年过生日时 男友王硕为其燃放大料烟花 导致近百平方米的草地毁于一旦 这种破坏环境的行为 让外界对其的环保鲜严产生了质疑 那个安保安呢 后开始的时候 你是拿灭火器去灭火 然后就因为风太大了 火一下就着起来了 就他们一看实在灭不了了 最后就是叫来了两辆消防车和这个 来了一辆消防车和两辆公安的警车 此外周迅最近被关注最多的 并非是他的影视作品 而是他和富二代男友王硕的感情问题 以及他的怀孕传闻 这一传闻甚至还波及到了王硕的继母 演员王燕 但仅凭以上几点 周迅地位不保一说 并不能完全成立 因此此次华谊兄弟公布的 一二月份台历中的明星 生日均在这两个月 而周迅的生日在十月 按此推测 也许在十月份的明星台历上 很快就会出现周迅的身影 幸运在线 综合报道